你知道二战后的那些德国纳粹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吗? 这是拍摄于1946年的5月22日,有着号称布拉格屠夫的卡尔赫尔曼·弗兰克,被判处绞刑时的真实影像。 而在他行刑的当日,有超过数千名的捷克人,近距离地观看了他被处决的全过程。 卡尔赫尔曼出生于1898年的奥匈帝国波西米亚,他父亲是一个典型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 所以他从小接受的教育,也都是来自于自己父亲的一些极端思想。 1923年,25岁的卡尔赫尔曼加入了德国纳粹组织,之后便一路加官警觉,成为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的最高长官副手。 之后他更是在1942年6月,亲手策划了臭名远杨的利敌策打屠杀事件。 在他的手中有数万名无辜平民被随意杀害,而他却因为这些屠杀事件,反而被纳粹晋升为党卫队副指挥、军衔至上将。 直到德国战败二战结束后,他才被美军逮捕,便以战争罪、反人类罪和谋杀罪判处他死刑。 而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行刑队的警员正往他的脖子上套上脚绳, 之后他会因脚绳的上拉力和自身体重的下坠力以及行刑队警员将其头部向上拉的力量而瞬间被勒死。 而这种死刑执行方法也是源于他自己的母国可谓是有事有终。 他也因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而葬送了自己的性命。